接下來我們來到了這個鳥巢 這個是我們的主長管 那鳥巢這部分呢 你可以看得到的每一道牆 包括上面的那個棚子 我們都是用資源回收可栽利用的東西把它製成的 那我先介紹一下上面那一道牆 上面那一道牆是用生物可分解性塑膠 也就是俗稱的PLA 那PLA是可分解性塑膠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你可以看到這個主長管 蠻有意思的是 它每一道牆都是用回收再利用的東西製成的 可是它每一道牆的製成都是不一樣的 包括這一個稻草桿泥牆 果泥牆 然後 就是PLA 然後這一個貝殼牆 對 其實我們這個場管主要就是要跟 跟就是各位民眾宣導說資源回收的重要性 其實垃圾也是黃金 對 那這一個 那我們先介紹這個 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貝殼 這是用台西那邊 因為台西那邊有很多不要的那個可可 那我們就把它拿來就是可以回收再利用這樣子 對 那它做成牆真的能住嗎 其實它的用意啊 是可以 但是就是 它只是裝飾法 沒有我們不是裝飾 可能還要再加就是 就是加強它的結構 如果今天它自強也可以 而且貝殼其實它可以減碳 就是減能減碳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了 貝殼加碳 其實他們這種東西都是可以減能減碳 對對對 可以吸附一些碳 所以達到減能減碳的功能 我了解 那現在 現在有哪一個建築 是用這個殼來做牆嗎 還是只是我們為了要做這個活動 我們 去把它想到說它可以做牆 我們就是這個活動 但是其實我們是要推廣 對對對 目前其實如果真的要舉例 應該是 也是有人在做啦 對對對 就是在 哪一個地方有這樣的貝殼牆 哪一個公共建築 或哪一個什麼地方有真正的貝殼牆 真正的貝殼牆 台西那邊 對台西那邊 他們自己在地的人做成貝殼牆 對對 那接下來看到這個也是我們的藝術裝飾 其中之類 對 我們全部就是可以看到這整個導管 導管就是要宣導說資源回收的重點性 是 那這個這個也是只有那個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還蠻重點 這個就是很多很多阿公阿嬤他們來看的感覺就是還蠻重 就是他們講的 就是他又稱主編賈泥牆 那今天可能這部分 呃各位民眾看到應該他是比較薄的主編賈泥牆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為了要教育的意義深重 所以我們就沒有把它加長他的他的那種建築 他的他的結構這樣子 那其實如果真正要住的像阿公阿嬤他們會講說他們的是比較堅固 對 那今天他也沒有抹石灰 今天他也沒有 因為抹石灰他才能防水這樣子 對 那因為我剛剛有提到我們只是為了要教育的意義深重 對 那包括這邊看到的都是我們的那個藝術裝置 我們其實都是要跟民眾宣導說 其實其實垃圾也是黃金 對 嘿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這個部分也是 這也是不一樣的結構的牆 這是稻草國林牆 對就是我們是清楚的讓民眾看到說 其實稻草 稻草國林牆他的結構就是這樣 對 然後還有 還有這邊竹邊門 我們這裡都是採用亂編法 有很多不一樣的編法 對 可是其實他那個竹阿竹他都能解能解開 對 那一共有幾種竹的編法呢 一共有幾種喔 我們這裡應該是有三種亂編法 對 然後還有這種編法這樣子 嗯哼 上面那種嗎 嗯 對 OK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接下來要講的是 這個稻草夯土牆 稻草夯土牆 這裡有一個回收三萬支手機 可不可以講一下 回收三萬支手機 嗯 應該是這部分 回收三萬支手機喔 啊 他這個回收三萬支手機 他應該是說 如果回收三萬支手機 你不要 你不要污染到環境的話 他就是在講說 你可以讓他有那個循環的那個作用在 如果你回收三萬支手機 跟回收一萬支手機 你能達到節能減碳的那個作用 包括這個節約二 我們這個 這個面板就是在講說 這個 這看板在講說 這是其實 我們可以減少 還是說我們回收 可以減少 污染環境的那個 那個 這樣那個 嗯哼 可以達到節能減碳的作用 嗯哼 會癢化它 嗯哼 嗯哼 然後 接下來 我覺得要就是 比較那個的是 這一道牆 sorry 哪一道牆 這一道牆 好 欸經常被民眾問 因為民眾對這道牆還蠻感興趣 也有一些住國外的那個民眾都問我們說 欸你們這道牆是怎麼製作 其實我們這道牆 其實的確是比較費工一點啦 你看我們這邊有寫 要丁板膜 要準備泥漿 然後炒到炒 然後用全身 這個炒到炒的時候 你還要用腳踏踏踏踏踏 然後讓它 讓它整個都結實了之後 才能用成這種結構 然後像這種啊 這種牆啊 它其實是中暖下涼的喔 對對對 它冬天 它冬天可以溫暖 然後其實夏天是可以保 像國外很盛行 因為其實是為了支援回收的話啊 那其實他們也是很注重環保這一塊 那其實他們還蠻盛行這一道牆 對 這應該是很像那個古時候 然後阿嬤他們也講說這是頭嘎處 可是其實他們是 它是稻草 他們吐槍 那是不一樣的結構 跟那一道的整個做法是不太一樣 工法都不太一樣 對 那跟民眾介紹的是 這一個主管牆 主管牆是最常見的 那其實在那個什麼 如果有時候在山上阿 那邊都看得到說是主管牆 那主管牆其實它是能減能減碳的 這邊有人寫了一個如意買 對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都是用資源回收 把它裝置 裝置成一棟房子這樣子 那我們外面 這邊有在講主管工法 對對對 這個是我們真正請會做的人 還是自己摸索做出來 藝工 藝工就會做了 藝工 然後加像有一些比較專門的話 可能就是要請老師在這邊教導 那因為那時候有高級的三十萬元工 然後他們再加上是在旁邊的從東指導 所以就是建築到這個 就是建築這一道牆這樣子 嗯哼 那其實這部分啊 這個蠻特別的是 他們為了就是紀念說 他們當初是怎麼建建築 像這種這種頭到處 他們這邊保留說 當初其實他們是在這邊 在這邊建的像那種頭到處的那一個感覺 對 可以讓民眾看 那當初因為這個展館 是在過年期間那時候 是最夯的嘛 那其實他們也裝置了這個藝術 這個裝置藝術叫做 大家團圓來圍爐啦 是用資源回收物把它製成的 那為什麼會稱為大家團圓來圍爐 就是中間那個是象徵為火 那如果是那個利用太陽能照到那邊的話 可以讓中間有反射到那個鏡子的話 可以讓大家有一個溫暖在 所以旁邊都是人嘛 所以大家團圓來圍爐這樣子 那這一個啊就是風吹沙 風吹沙的裝置藝術 那也是用那個什麼保麗龍啊 然後還有那個一些不要的鐵片 然後還是一些不要的鐵把它製成這樣子 就是製成一個裝置藝術 對 對 就這樣就 啊那我們其實這一個 這個就是當初 當初其實現場 它有在那個 FB上面通過 這個是一個循環的 循環的那個水系統 我們所有場館就是經由這邊 這邊循環的 嗯哼 這水啊 是從這邊循環過去的這樣子 整場館的水 所以我們這個是活水 嗯 對對對 看到那裡好像有冒泡 是怎麼樣呢 它就是瀑氣啊 瀑氣 對對對 所以它是活水 所以底下是有那個馬達 有一個水 可以讓它瀑氣 嗯 了解 它它是可以對外流 就是可以互通的 嗯 不是死水 不會造成環境的污染 所以它是一個 一個綠水的設備嗎 對對對 好的 謝謝你 不會 可不可以介紹你自己 我自己 那你是醫工呢 還是工作人員 我是那個環保局的 啊 你是環保局的 那太好 你是環保局的工作人員 我是今天的那個導覽人員 啊 哎呀那 失禁失禁 我剛剛 不會不會 你剛剛說要找一個專業的 我就不懂是誰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還有更專業的 我只是 我只是一個 沒有很專業的那個 導覽員 你太客氣了 不會不會不會 你說的非常的好 不會不會 謝謝你啊 不會不會 謝謝你介紹我的訪問啊 不會不會不會 你可以說一下您 我看到這邊了 是 縣政府的工作人員環保局的 對對對 貴姓呢 必姓王 王小姐 謝謝你 不會不會 這麼這麼花這麼多時間 跟我把這個 呃 館長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會不會 這是我贏經的責任 我今天的責任 就是要來這邊導覽 只是我怕我講的不夠好 你講的非常好 那我是公民記者 公共電視的新媒體部門底下的公民新聞平台的記者 我的暱稱叫做好奇寶寶 好奇寶寶 也歡迎你打公民記者好奇寶寶來找我的新聞 好 謝謝你啊 謝謝